在板桥有一家今年三月开幕的复合式早午餐店 它主导的就是低糖冰淇淋 口味由火龙果、豆花、芒果等种类相当的多 再加上店内附设了小朋友的专属游戏区 因此每到假日就吸引了不少亲子上门用餐 早午餐店的风潮越来越流行 有业者结合美味冰淇淋开启复合式的早午餐店 既卖冰也卖青石 像是店内主打的低声糖冰淇淋 浓郁口感就超受欢迎 我们现在有一大利面 然后炖饭还有焗烤 还有一些松饼类 当然我们招牌是手控冰淇淋 然后一些饮品 其实这些部分都是我们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 有些东西像比如说我们的海鲜类 都是从澎湖或者是云林的养殖场 直接空云都没有加药的 另外店内受顾客欢迎的还有游戏区 原本只是因为家里有小朋友才设计 没想到越来越受顾客欢迎 每到假日就成了不少亲子用餐的好地点之一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 那我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大人其实带小朋友出去吃饭 其实很困扰 所以后面有个游戏区 其实方便他们活动 大人的话自己可以放心的享受美食 对啊 从卖冰淇淋展形走出自我特色 餐厅业者摆脱现有框架成功抓住顾客的心 记者方健凯戴华新北市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